调心即修身养性 现在给你们讲一讲调心 一个人要学会调节心理 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开悟的人 他要有一颗清凉的心 清凉是脑子很清醒 人很冷静 清凉心 就是说这个心永远是很安定的 很平稳的 调心的目的就是要修正我们身上的习性 也就是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习惯性的性格 有时并不是件好事情 比如你已经生糖尿病了 还是喜欢吃巧克力 吃甜品 你们说这个习性好不好 不好的习惯 习性一定要改掉 调心就是把心调的平衡一点 修心也叫调心 即修心养性 儒家教育就是修身养性 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能让你们修得更好 就是共修 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修 容易进步 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才能与佛隐心 什么叫佛隐心 就是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大家都是佛 大家身上都有好的气场 大家在修心的时候 会有佛性磁场和气场出来 那时你与大家一起念经 你会得到信心 得到能量 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心的普照 将佛光印在你的心里 如果一个人修心 有时会产生懈怠心 很难让佛在心中留住 因为一个人修心时 他的磁场佛性不够 而且私心杂念一起 佛菩萨就离开了 一个人修心之后 不可能马上得到清净心和自在心 以为自己清净了 自在了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其实你不了解什么叫做清净 更何况业力 就是说 你以为自己平静了 清净了 得到安静了 以为自己修心 已出成果了 实际上 你还不了解 你自己身上的业力 因为身上有业力的人 他的心不可能马上修到清净 心会随着业力转 心会随着业力转 比如 今天夜报到了 你很恨这个人 这时 你心中就产生恨意 产生恨之后 身体就会有变化 饭吃不下 叫睡不好 业力就开始变化 你的脸也会随着业力变化 变得越来越凶 事业越来越有阻碍 身体越来越畅 这就是你恨人家 业力转化的结果 你们今天跟随师父修行 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 师父常常告诫你们 修心念经 不要去追求有什么神通和感应 要做到今世不造业 累世的业也不要让它来 你们在过去累世当中 已做了很多罪业 随着你们在投胎受报 有的也会没了 就像税务局的档案一样 每五年就会自动注销 但是你们要记住 因为你们在正修 佛菩萨就会保佑你们 你们头上会有佛光 过去做的小业障 真的能消掉 因此 不要让累世的罪业 再来侵入你当下的身体 师父现在 让你们念 李佛大忏悔文 就是忏悔你前世的罪业 也只是前世而已 佛菩萨讲的三世因果 是前世 今世 来世 能把这三世修好 你就是一个很善良 有修为的人 前世欠的债 今世尽量不要让它发出来 念李佛大忏悔文之后 把小的业障消掉了 大的激活了 然后念小房子还占 这就是阻止你累世的业力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